大家好,我是华欣 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 解说可能会把话放少 声音也可能有点变化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视频 出一局人品局 先把这个概念说清楚 刘备主 法阵 看能不能起肉片 点刘备的手牌 远之位的这个像忠臣 这个也有忠臣的属性 这个也有忠臣的属性 我也有忠臣的属性 这个也有忠臣的属性 但是刘备主忠臣多 原因也正常 大家看能不能骗骗刘备的盲人德 或者说是一些什么 这边不连是安血 沈将挑一个反贼 对于我们来说是支持 张和也挑了一个反贼 也算一个支持吧 那现在对于我来说 诸葛克是忠臣 基本上我觉得没什么争议了 而我更希望的是元术 是另一个反贼 对吧 如果元术是一个忠臣的话 我们并不好打 反贼都没有距离 完了高顺是反贼的话 刘备可以忍得空手牌 对我们的威胁比较少 等等等等 这样子的话 没办法激活刘备 只有不练是一个人能打到刘备 这个就比较惨了 所以更希望的是元术 能是一个反贼 而不是忠臣 当然高顺现在三手牌 就算他是忠臣 对我们的威胁也不是很大 这边跳了一个忠臣 诸葛克 我们来看一下高顺 高顺拼姜围 这个动作是跳反了 后头是一中 中 这个可能是中 这三个有一个内奸的 具体是谁都可以当内奸 所以我们站着不定 我这边负一马有一个冰凉 那我其中要去线一下 先看一下能摸到什么牌 帮助张合过牌 一是有巧遍 能捅很多的牌 二是出来古丁 但古丁刀大家千万不要贪子输出 后头是两个忠臣 我杀一刀激活不了 刘备几回合仁德 就把我这个输出站回来了 所以我们要在元术动之前 创造出这个优势 所以我直接去杀元术了 而我觉得现在忙一刀刘备 仗没距离 高顺没办法通过拼点去杀 我的距离马上会被挑衅掉 限掉 那这样子的话激活不了刘备 等于我这一刀白杀 所以想在这边创造出这样子的收益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匠面来说 反这并不是优势 哦 江维挑衅元术也跳反 那我们要推翻前头 所有的匠面的分析 那说明有人在装身份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吧 不练师做什么了 我看看 安息诸葛克到张和也没必要吧 那只能说是高顺 高顺和姜伟里头有一个在中装反 对吧 那我觉得高顺也怀疑非常非常的大 拼点的姜伟 如果他是忠诚 他觉得他是忠诚的话 拼点姜伟觉得没什么必要 对吧 那帮他清闪 让他去有机会觉醒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声闻 我们暂时性不能把握住 因为多跳了一个反贼 而我们三反是确定的找齐了 具体来看 刘备现在也不敢去乱按仁德了 因为可能看不清楚身份 或者怎么怎么样 不练师安息给我 但是他选择安息给张和 也行吧 主要我希望有杀 我杀的话 可以在这回合直接打四元术 是非常有合适的 大家可以看不练师都断杀了 这个就干他为什么我不去杀 因为没办法保证 队友能跟自己去集火 我就是算打了 他仁德一下回血 反正他也是要仁德回血的 而且当时我定义的将为是忠诚 因为将为一动 我就没距离了 我没杀了 但是没想到他是反贼 那就 再说吧 再定吧 也影响了 如果我说我让人知道 能继续的保住固定刀 那也许可以打刘备 但是当时没有定义 所以也没办法 这边诸葛克强势的压反贼 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反贼方 但是将面很劣势的 有一个反贼在装 剩下的有一个忠臣 即使装成反贼 我都觉得主中方是优势的 有元术这样子的神将 对吧 那个诸葛克这样子高输出 高顺这轮又挑了一个反贼 刚才江河也是限制高顺了 对吧 他也觉得如果是装的话 那个最大可能性就是高顺了 他限制了 但这一轮高顺去杀诸葛克 是跳的明确的反贼了 要不他应该会跳回来的 他怕后头的反贼去打他 理解 但是他这个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忠诚的话 肯定会跳回来的 所以这一局我们就不知道 果然是 那江维第一轮 为什么去搞元术呢 还挑心走一个无限 好奇怪啊 我没有看懂当时江维的思路 要不就是看错身份了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要不就是内奸 其实我限制一下元术 只有这两种可能 对 这边火锅 桃 有被铁锁 铁锁 这一下铁锁还是非常伤的 那万一有任何情况下产生属性的传导 我们是要可能奔盘的 这边不练师安续给高顺 第一轮没办法定义身份啊 因为有两个多五个反贼跳出来 张和去限制了高顺 不练师安续给高顺 都是有一些些后手 怕因为骗身份创造出优势 创造出收益 都打得非常的小心 都给了明确的人 全部断输出 全部断距离 高顺出了一个距离 现在只有两种情况 首先对方排比较少 由不练师那边带节奏 直接推死刘备 这个前提是我们必须把握住距离 像高顺啊 五啊 这些距离都是要被江维挑衅掉的 第二点呢 就是赶紧打死一个人 进入四位三 这个是唯一让我们在这个骑手劣势上 搬回来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搬回来的可能性 比较难 所以 我们要看怎么打 这边将为直接觉醒 我们没有任何能给牌的 只有不练师安逊能破一下决心 当然看一下不练师那边一会的选择 哦 属性传导 这这是稳稳的忠诚了 就不要考虑他是内了 这往往奔的打反贼 绝对不是内奸的控场思路 我这边有个逃撑一下 所有的反贼都是残血 而现在主中方的状态非常好 唯一的优势是排差优势非常大 我们有不练师家张合 能打出很大的排差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对方的牌 只有诸葛克有 刘备这边全给了诸葛克 因为分开给的话会被突袭的 我们面临的就是现在谁都杀不死 这次不练师过牌还是比较多 不练师也没选择破坏 姜维的觉醒 因为他觉得姜维可能是内奸 没必要去破坏他的觉醒 反贼劣势的话 他自然去控忠诚 哦 这次不练师给力 连挪九杀 一回合打出三点伤害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一轮推刘备 对方有抬的概率是非常少的 但是前提是我们都得有距离 刚才我说了 我们有距离的可能性非常的少 用完马上被挑衅掉 张合也没有 我这也没有 所以集火只能靠高顺这一刀杀 因为刘备没有手牌 是没办法拼脸再去弄的 所以 有点难 只能看我们能不能找到距离 而我这边的话可以考虑什么 恩怨 而不是炫祸给高顺把距离拿过来 但是我没有杀呀 布林师可以帮我找一张杀 我来集火 因为我有张九 但是很可惜是没有杀 有杀的话稳 没杀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当然看一下高顺 一无中 李顺杀一刀 高顺都断杀了 这个 只能看我们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大烈势了 所以我还是选择去拿过来诸穴与扇 拿过来诸穴与扇的时候 看一下能不能 就他是没有杀的 他手牌绝对是没有杀的 所以我拿下他的位置牌 我给他两张位置牌 给了一个铁锁 重铸 好漂亮 出杀 那这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急或死 而只有诸葛克的奥材 以及他那张手牌是有桃 这个也是利用这一回合 通过排杀的限制 完了打出排杀的效果 从而 通过技能的配合 拿过来队友的距离 直接去推主 但是我们看一下凹杀没有 那直接推死了住 这一场视频 最主要最主要是讲的一点哈 就是降面劣势的话 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牌来考虑调整我们激活的目标 当我们的手法能做出回合内三杀的效果 而排差我们一直是有的 虽然我们状态是劣势 那个局面是劣势 降面没人家强 我诸葛克是哪 我还以为姜维是哪 姜维气肉我没看懂 但是不管了 姜维气肉主中乌龙 我们都是降面劣势的 就是降面是劣势 血线是劣势 但是我们只要把握住一点 我们排查是优势 对方有逃的概率比较多 比较少 从而通过手反的带领 完了通过一次四连 虽然两个队友都因为距离和短杀没有成功机会 但是我们把握住一个思路 最终推死了主攻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打法 反贼方胜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这个 虽然最后的确有一点人品 对方只有两张位置牌 拿回来一个铁锁 重铸一张杀 但是牌类游戏就是这么销魂的 有时候总会让你们有一点点的惊喜 这局赢了非常的开心 因为完成了绝杀 而且是在劣势角面下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 我嗓子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会在后两天帮大家补上 大家周末愉快